大家好,我是范立资本管理投资经理胡启华,欢迎收看Philip Channel 上次见面到今天,恒指由21863点反弹到今天的2834点 在8个交易日已经反弹到971点 再看远一点的时间,由1月底至4月的4个月内 大肆的区间由3月20日的低位21138点至4月10日的23225点之间 今次最近期的低位出现在5月7日的21680点 其实比起上两次的低位都是高了的 如果整体上来说,看到大市有可能有机会 就挑战近期23000点的阻力 希望能够打破所谓五穷的惯例 再说回上一次提到,一些新经济板块的反弹都比较显著 尤其是科技和博彩类的股份 由行业的龙头带动下 在这8天里面一般都有不错的表现 以投资价值来说,在这一类型的板块之中 其实中长线仍然是看高一线的 随着预料互讲通的细节 一直陆陆续续地出台 而且在6个月内都会上马的时候 一些H股仍然比A股的股价值量比较大的股份 仍然有机会成为近期的炒作对象 不过中国内地有可能成为大市向上的一大阻力 上证指数其实见到近期都在2000点之间徘徊 而且在经济数据欠佳和揭霍一些好消息的刺激下 都比较难向上 加上人民银行也未见有放松银金的迹象 这些因素都会拖累大市的生涯 唯有观望经济数据和人民银行的科技政策 会不会放松,可能对大市也会有刺激的作用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不構成银行买卖邀请 本人胡启华为证监会持牌人士 截至本评论发表日子 本人或有联系者并没有持有全部提及之政权 或所有相关财务权益